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了军时选手姜大神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flag flag的话可以说是我们拍眼中最常用的动作也是最有用的一个动作 新手爬的时候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喜欢两只脚都踩在点上 但是这个过程中出手之前会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稳定的 但是出手之后随着自己手往外移动身体的移动的话 你会发现两只脚都踩的话重心会不稳 flag的话是一只脚踩在点上 然后另外一只脚的话是一般是伸直 然后像棋一样的往外摆开 这样的好处的话就是踩在点上的那个脚可以协助发力让自己站起来 然后另外一只flag出去的脚的话是保证自己的身体的平衡 新手的话可以从flag学起然后掌握自己身体平衡的感觉 flag其实是分为三种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那种叫他side flag 或者是就直接就简称叫flag 然后我可以先做两个动作稍微演示一下 一般当我们的手和脚是相反的使用用力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一个flag的动作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比如说我刚刚就是用力的手是右手 然后用力的脚是左脚 然后我想出的手是左手 你一般有两种选择 比如说你可以把膝盖朝外和朝里 这两种方法都行 flag出去那只脚应该是抬到多高呢 就是这个脚主要是为了保持你身体的平衡 整个攀岩的过程中也就是身体的平衡和重心的转移 所以说就是一开始出手之前 可能身体的重心会离你的手和脚比较近 这个时候你的脚可以稍微放低一点 这样的话你的重量能更多放在腿上 那如果当你要去下一个点的时候 你的身体很可能是往 比如说你是往左边走的 这个时候你的脚就要相应的往上抬 然后让你的重心就能恢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假如说我想吃这个地方 现在看到我的脚比较低了 比较能踩度 当我出手的一块 我会相应的把脚抬高 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就 就相当于以前以后 我的重心还能就是保持相应的平衡 然后我的脚能吃上比较大的力 这就是flag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通过调节一只腿的位置 然后来保持自己的重心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黄色的这个动作 然后先让几个同学来试一试我们能用什么样的爬法 刚刚就是演示了很多种解法 我最想说的是flag是比较好的一种处理方法 原因就是你可以在之前和之后 都能以比较稳定的状态去做这个动作 像其他动作其实有很多情况下都是靠手发力把自己给拉上去 然后我觉得这是flag的主要的一个优势 更多的借助脚的力量把自己给移动到下一个点去 backflag和flag最大的区别就是手和脚 就可以注意到就是我做backflag的时候 我是同手同脚 比如说我右手和右脚都是发力的点 backflag在脚步稍微overhand一点的时候特别有用 因为backflag的话 红侧的脚会踩的稍微高一点 会让你的body有更大的tension 然后能更贴墙 因为在flag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你的整个左边的shoulder是挤在墙上的 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想更贴墙的话 你用backflag的话 你是整个胸口就能贴在墙上 比如说这样就能贴到稍微 一般是你的脚点踩的比较高的时候 backflag作用比较明显对吗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其实这样手把在flag里面 90%的情况下你用的都是正常的flag 然后剩下不到10%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用backflag和insideflag 你有时候可能脚点很差 或手点很差 你很难把自己的脚再换过来 做另外一个方向的flag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就直接使用backflag上 就对于新手的话 我会推荐就是永远都先尝试去flag insideflag是暴时中很少见的一个动作 因为太风骚了 对不对 insideflag和backflag都是同手同脚 比如说我刚刚都是右手和右脚不动 然后去做左手的动作 insideflag和backflag的区别就是脚flag的方向 一个是backflag是在身体的外面 insideflag是在身体和墙的中间 用到insideflag的时候 脚的高度比较低 同时跟手的话 基本上是一条直线或者是角度 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这样就可以比较舒服的 把脚给伸到里侧去flag insideflag有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 在大仰角的时候 你可能身体会稍微离墙出来一点 这样就比较方便把脚从里面伸过去flag insideflag有些情况下更适合 就把身体给扭过去做一个cross的动作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 insideflag是最少见的一个动作 就是flag其中有几个可以注意的小要点 第一个是在出手之前手要尽量的伸直 然后出手的过程中主要是靠受力的脚突然站起来发力 所以主要是借腿发力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你在站起来的过程中 另外一只flag的腿可以稍微的向上摆动 或者是向出手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摆动 这样就能保证自己的重心就更加平衡的过渡过去 还有一点是有时候你的脚虽然是在flag了 但是flag的那只脚的脚尖会稍微smear 或是点在墙上稍微借力 相当于有时候是两点的方式借力站起来 但因为你是flag了 所以你那只脚就是能更好的移动方向控制重心 而不用局限于踩在两个点上来做借力的动作 我们刚刚讲了三种flag 然后具体要用哪种flag的话 就有一个很简单易懂的方法 就是当你的手脚脚是相反的时候 你就用flag 然后当你是同手同脚的这种方向的时候 你就用backflag或insideflag 如何才能形成flag的感觉呢 好那其实就是多练了 比如说可以找一些很简单的线 然后尽量每一步都去要求自己用flag 换句话说就是要求自己不要两只脚同时踩在一个点 因为作为一个简单的线 绝大数情况下你flag肯定能过的 然后你就不停地通过这样的训练的话 你就能慢慢找到flag以及身体重心平衡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新手来说比较容易提高的一个方法 就一定得学会flag 我一直是号称前二大来 大家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转了好多呀 转了好多呀 017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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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